当一只老虎出现在印度军队基地 发出呼救声时 士兵们被迫做出重大决定 他们将被迫直接对警方撒谎 而山脉的轮廓在背景中逐渐显现 阿基尔正在拉交里的帕戈军营边界巡逻 这是印度北部的远北地区 晨曦逐渐升起 但许多地区仍然黑暗 所以当一个身影出现在远处时 阿基尔无法看清是什么 晨曦仍然遮挡了空气 破坏了任何可见度 他从一段距离就发现了它 可以辨认出它缓慢而谨慎的动作 四条腿在空中划过 从这点可以知道 这是一只大动物 很可能是一只老虎 随着它接近军营大门 它的怀疑得到了证实 阿基尔将武器抬到肩上 准备射击这只动物 它苍白的黄色敌人被黑色条纹勾勒出 从背部一直延伸到腹部 它的腿内侧呈双白色 仿佛这部分错过了身体其他部分的金色晒黑 但也有一种神秘的金属声 伴随着它的动作不断响起 这是一只巨大的孟加拉虎 具有坚实的存在感 而不是纤细灵活 它宽阔的面孔看起来憔悴而疲惫 引导着疲惫的身体一步步向前摇摆 随着它越来越近 阿基尔现在可以看到 眼前这只巨兽的真正庞大 可能重达300磅 在它丝绸般的不透明眼睛后面 有一种脆弱的东西 带着一丝红色的暗示 看起来毫无活力 这种空虚只有在绝望中才会出现 老虎发出了轻微的呻吟 确认自己陷入了困境 这不是一只在捕猎的老虎 但阿基尔的武器仍然稳稳地放在肩上 跟随着老虎的视线 随着动物的接近 它不能放松警惕 哪怕只有一刻钟 心里虽然喊着让它放松下来 认出了绝望的迹象 但它的心也在恐惧中大声跳动 现在老虎越来越大声地呻吟着 完全从阴影中走出来 晨光照在它的身上 老虎的真实状况 和嘎吱声的来源得以揭示 从老虎的脖子上垂下一根链子 链子上有一些被缠绕的东西 在柏油路上拖着 随着晨光的照射 喀大声慢慢停止 老虎只停在离阿基尔几英尺的地方 没有显示出任何恐惧的迹象 阿基尔的伙伴熊猫 也因心中的宣响而苏醒 去找军医 阿基尔大声叫喊 让同事匆忙跑进了营房 继续留意着老虎 老虎在坚硬的路上坐下 表示投降 阿基尔缓缓放下武器 但保持手指靠近扳机 以防万一 野生动物可能会出人意料 也许这是某种陷阱 15分钟后 医生惊讶地出现了 看到一只活着的老虎 他揉了揉眼睛 确保自己没有在做梦 但感受到了紧急情况 他立刻开始工作 用一些食物引诱老虎靠近 以便仔细观察 医生看起来并不害怕 他年轻时曾担任志愿兽医 见过各种各样的动物 有一件事可以肯定 这只老虎处于深深的困境之中 他放了一些未煮熟的肉片 这给了他一些时间来 仔细观察这只动物 他歪着头 眯着眼睛 读着链子底部的锁上的名文 上面刻着一个马戏团的名字 中间是一个帐篷的标志 两个较大的圆圈环绕着 这只老虎曾是马戏团的动物 这解释了 为什么他看起来如此破败和疲惫 不到一周前 这只老虎还在全国各地旅行 作为一个小型马戏团的一部分 虽然使用老虎和其他动物 已经被禁止了几十年 但这个马戏团的规模并不大 不能吸引到有关部门的注意 对于知道这个马戏团的人来说 这只老虎是主要的吸引力 名叫基拉的雌性老虎曾经被训练在舞台上表演 跳过圈圈 在命令下移动 令观众眼花缭乱 没有纪律性和响应性是多年的严格训练的结果 遵循所有命令 马戏团的另外两只雄性老虎年龄逐渐增长 基拉是唯一能够表演的 经过多年的恐吓 训兽师确信 基拉永远不会违反规定 但在过去几个月里发生了一些变化 没有人注意到 基拉已经与一只雄性老虎拉甲交配 并怀了他们的幼崽 这改变了一切 通常 老虎在怀孕后会退到隐私中 喜欢孤独 在马戏团里 这是不可能的 但基拉不会让这停止他 在警方蜂拥而至的那天 基拉看到了他的机会 警方访问的主要目的是收取贿赂 他们并不真正想关闭这个马戏团 但这将是他们的失败 当基拉注意到 他的围栏门留了一个小缝时 他悄悄地朝着他走去 违背了训兽师灌输给他的所有恐惧 可怕的鞭子的琵琶声 在他脑海中回响 尽管如此 他下定了决心 用强大的拉力扭动着身体 一直跳 直到秀极斑斑的链子被挣脱了 他的眼睛注视着出口 基拉几乎快要通过门了 但一群警察干预了 站在门口阻挡出口 他们对他大声喊叫 试图把他吓回围栏 似乎他注定要在马戏团里度过余生 但是随着一声震撼空气的巨大咆哮 基拉一掌击倒了其中一名男子 让他横飞到一边 为他开辟了通道 消失在丛林中 他的链子在他身后拖着地面 他没有回头 拒绝去关注远处的尖叫声 一声枪响划破空气 但基拉继续前进 终于逃脱了马戏团 他面临着在野外生存的新挑战 而他并不是唯一一个面临挑战的人 他正期待着一窝又窄的到来 如果他开始临产 他将被迫停下来 这意味着当局会追上他 把他送回马戏团 此时他偶尔能听到远处男人们微弱的闲聊声 基拉没有时间停下来觅食 他一直在前进 在能够的地方拾取碎屑 但内心里却感到饥饿 在马戏团里 他没有得到良好的饮食 而且他正在丛林中快速移动 他能感觉到自己的精力正在消耗 一天后 基拉停下来 巨大的疼痛从子宫通过到胃部和胸部 他发现前方有一个洞穴 他别无选择 只能寻找庇护 那里又黑又安静 几个小时后 基拉和四只小幼崽相遇了 他筋疲力尽 完全被过去几天所耗尽 几乎一动不动 他的幼崽们在他周围跳跃 舔着他的脸 但现在他面临的任务 比自己的生存更重要 那就是收集足够的食物 以供给这些幼崽产奶 他集中了最后一丝力量 将幼崽留在洞穴里 等他们入睡后 他找到了去丛林边缘的路 虽然迷惑不解 但被灯光吸引 他看到下面有一个人影 别无选择 只能接近 但他已经极度虚弱 这时阿基尔正在执勤 医生到来后 基拉得到了喂养 士兵们成功地解开了 他的链条项圈 这是多年来 老虎第一次吃饱 对士兵们表现出极大的爱意 然而 这种感激只持续了几分钟 之后 基拉突然站起来 跑回了森林 三名士兵站在那里 目送着他消失在昏暗的森林中 对整个经历感到惊讶 更令人震惊的是 第二天早上 在几乎同一时间 老虎回来了 在基伦查村的两名士兵 仍在童心未敏地 讲述着前一天的事件 这一次是上达首先发现了老虎 没有必要惊慌或者呼叫医生 基拉现在活力充沛地移动着 从树林的同一位置出现 他步履生辉 更不止于此 他的嘴里还吊着一个小毛茸茸的形状 是他的一只幼崽 眼睛睡眼惺忪 不安分 基拉将幼崽带到两名士兵跟前 将他放在地上 仿佛自豪地向这两个拯救了他的男人 展示着自己的小创造物 他们被允许抚摸和拿着这只幼崽 幼崽也回报着他们的情感 这对士兵已经是一生中的一次经历 他们完全感到震惊 当他们后来了解到基拉的历史时 他的信任更是让人震撼 在被困 戳和虐待了一生之后 他仍然信任地走向这些男人 与此同时 他们连续第二天喂了老虎 建立了一种将会成为未来一个星期例行的习惯 阿基尔和尚达请求留在夜班 很快成为了他们一天中的亮点 但有一天 基拉没有出现 男人们开始担心起来 几天后 他们接到一位附近警官的访问 他带着马戏团的经理前来军营 询问是否有人看到一只老虎在附近漫游 他们声称打算捕捉他 将其送回动物园 但阿基尔和尚达对此感到怀疑 众所周知 拥有或使用老虎作为娱乐项目是非法的 特别是对于马戏团来说 此外 当地警察也极其腐败 为什么没有人从动物园联系到军营呢 此外 最近的野生动物公园 几个小时的路程 作为年轻人 这两名士兵对孟加拉虎的原始力量着迷 他们是国家自豪感的象征 在印度文化和宗教中有着特殊的地位 这就是为什么这两名访客 让人感到不对劲的原因 阿基尔注意到 一个挂在其中一个男人口袋里的绳子 上面写着 拉吉 卡米尔马戏团 当他注意到时 那个男人将绳子塞回裤子里 看起来很慌乱 但就在此时 警察的语气变得更加严肃和命令 要求士兵透露任何信息 他们可能本能的同时告诉警官 他们没有看到任何这样的事情 他们把工作置于危险之中 撒谎给警察是一种严重的罪行 警察可以感觉到他没有得到真相 但在与现场医生审讯后 他遇到了一个团结的阵线 没有人愿意说话 他们都希望 吉拉能够足够远的安全永远的 幸运的是 被他的幼崽所束缚 老虎仍然在不到四分之一英里外的洞穴中 寻求庇护 马戏团经理很快就会找到他 恢复他们对森林的搜索 他们决心找到老虎 无论是否得到了军营的帮助 他们没有料到的是 他们在搜寻中不是孤单的不久之后 他们的访问后 军医给动物救援组织打了一个电话 他曾经与之志愿过 并告诉他们情况 这是一种敏感和紧急的事情 该团队几乎立即做出了反应 派遣一组志愿者 乘吉普车追踪老虎和幼崽汽车 在小路上及时 留下一片尘土 希望他们能先找到老虎 现在猎杀开始了 时钟在滴答作响 这是马戏团经理和救援队之间的比赛 有了巨大的领先优势 马戏团经理与警察 正在寻找老虎的任何踪迹 他们搜查环境 寻找足迹 破碎的植被或食物残留 但动物救援队有一个重要的信息 他们知道老虎已经生了小老虎 这将搜寻范围缩小到了隐蔽而安全的地区 团队从森林的另一侧到达 小心不要引起任何怀疑 知道如果被警察抓到 他们也会和老虎一样被关进监狱 两个团体都在迅速接近洞穴 当警察经过一个空地时 马戏团经理是以他停下来 他悄悄地指着一些大的足迹 这些足迹通向一个小山坡 在山坡的尽头是一个岩洞 部分隐藏在灌木从后面 符合老虎爪子的大小 经理确信这就是他丢失的老虎的位置 他以轻柔的脚步走向洞穴 手持麻醉剂 马戏团经理已经在心里数着钱 归还他的明星吸引物 将保证他经营的未来 如果没有他 就不会有足够的兴趣维持事情的进行 当他刚走到洞穴的脚下时 两个人用手电筒照亮了里面 并准备好了武器 直接对着里面 但令他们惊讶的是 里面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些半包的动物骨头 将果污渍和坚果壳 洞穴里仍然有一种温暖的气息 只是刚刚有东西在那里 他匆匆离去了 与此同时 救援队刚刚从搜寻区域冲了出来 几分钟前 他们用食物引诱老虎出来 并让他镇静下来 将他装入手推车 并将其推向停在附近路边的卡车 他的幼崽也被包裹在毯子里 一个成员的手臂中拖着 幸运的是 他们及时找到了老虎和他的幼崽 在医生的指引下 他们能够更快地找到洞穴 尽快地将老虎掉到卡车后部 前灯闪烁着 笨重的发动机开始运转 马戏团经理的头在四分之一英里外抬起 但现在对他来说已经太迟了 卡车消失在黑暗中 老虎也随之消失了 几个小时后 昏昏欲睡的母亲 在野生动物保护区的观察围栏里醒来 最初感到困惑 当他的幼崽加入时 他得到了安慰 但危险并没有完全结束 一条新闻在该地区传开 马戏团经理来敲门 试图把基拉带走 但当他无法提供任何合法文件时 保护区拒绝了他 这个人变得愤怒 威胁要回来自己闯入保护区 当他争论并要求放老虎时 一名工作人员将他的详细信息 转交给了国家任务部队 后来那名工作人员 跟随了马戏团经理的车 知道追踪非法行动的位置至关重要 逃脱了这个人的察觉 一名勇敢的工作人员 能够靠近 足以发现一堆灯光 他把这些信息交给了当局 只需进行检要调查 审查马戏团财产 和与几位目击者交谈 便迅速做出了决定 马戏团被永久关闭 组织者被处以高达800万卢比的 巨额罚款 所有款项都用于老虎保护 两只雄性老虎 被送往同一野生动物保护区 其中包括小老虎的父亲拉甲 他与家人团聚了 但最重要的是 老虎现在在安全的手中 他和他的幼崽都得到了喂养 治疗和由现场受医 带回健康的照顾 母亲被赋予了一个新名字 马恰利 以另一只在印度 老虎种群增长中 发挥重要作用的 著名此虎命名 他的安全现在得到了保障 一旦再次恢复健康 保护区邀请阿基尔 钱达和医生们 回来进行独家参观 他的仰慕者们 在远处观察着他的威严 他从他的幼崽身边 抽出一些时间 走向他们 感觉到了熟悉 他闻到这些人 与几周前治疗他的同样的气息 而第二次 他自豪地带着他的幼崽 来见那些拯救了他们的人 多么不可思议的故事